我們還有舉辦點喔 我看他這個裝邊邊這樣我都覺得好累喔 很大這隻好 我們來拍一下 齁 雷吉 請先往室內移動喔 待會會有時間讓你們來拍照喔 剛才你們是不是有去到晴天廳 那他是拍照在這個研盤之下的一個大禮堂 那這邊是排雷館 是記錄下整個地雷排出的過程 那等一下還會去脆骨水上餐廳 也就是現在的這個明德公園 是823炮戰第一群炮落下來的位置 然後接著還會到胡伯玉將軍的紀念館 胡伯玉將軍的展覽就是記錄下整個過程 過方這一面牆喔 中間是對歸兩側的是對骨 對骨顯得是排雷跟武蛇五七神 代表排雷這槍的我們 只有這些排雷手可以承認 沒有誰逼他們更加的適合喔 中間的對歸有看到這個炮彈喔 炮彈除了整個地雷還有花馬 欸這個炮彈期間沒有引爆的未爆彈 所以並跟排除 那閃電就是消暴的作業 次廣代表和平旅翼 則是紀念這些無處地雷區 就遍布在金門燈的沿海 哪個區域的線條比較少 農口 是不是這個地方比較少 南邊這邊比較少 為什麼 因為大陸是這個上面包夾著我們 那我們這邊為什麼比較少 叫做徒手蟹窄血染攤頭 用雙手接力把物資接力搬下來 那炮火落在沙灘 轉頭一看長長 那這麼危機的情況下 如果這個區域又滿有利的原因 會怎麼樣 會傷到自己人 增加這個運防風也可以掩護我們的炮陣力 那所以他們或只種植10萬顆數 他們埋放體連的數量也會講近10萬顆 9萬7000 為什麼 這陷入海邊則是格殺勿論 你到海邊去 這些軍人沒辦法判斷你到底是在地人 還是敵人 所以先沙灘人可能會進去 那海邊又滿有利的 那這些人員進去很燙 冬天基本的肚子又很冷 所以就在又冷又熱的 有分是挑戰式 踩到之後在空中炸開 那或者是破片式踩到在地板上 那這個事情 這張小伙子 我去除了 那還是要放一個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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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